村镇银行的这个事儿闹得到底有多大 相信大家都是有耳闻的 现在终于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了 今天晚上的河南英保监局 金融局发了公告说 决定对四家村镇银行的账外业务 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开展先行的电付工作 公告里面说了 7月15号就开始首批的电付 电付的对象是那些5万元以下的客户 至于5万元以上的客户怎么办呢 后面还会陆续的电付 电付的安排会另行公告 公告里面明确表示了 对于额外渠道获取了高息 或者是涉嫌违法和犯罪的资金 就暂不垫付了 在昨天晚上 河南许昌警方也通报了 村镇银行案的最新进展 公安机关又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 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了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 这次的通报中 首次提及了河南新财富集团的 一些违法犯罪的细节 比如说删改了数据 还有屏蔽瞒报 这个作案始于2011年了 以屡一为首的犯罪团伙 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 操控银行高管等等的手段 实际控制了渝州新民生 等等几家村镇银行 然后呢 他们又利用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 和他们自己设立的自营平台 还有一批资金前客 帮他们进行拦储 以及推销金融产品 以虚构贷款等等的方式 非法转移资金 还专门设立了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删改数据屏蔽瞒报 这个事大致可以理解为 银行系统分为三个部分 前台中台后台 前台就是我们用户 平常会接触到的那个部分 比如说像柜台自动柜员机 还有网上的APP小程序等等 中台呢 就是把前台的指令写入后台 连接大小额的支付系统 和网联系统等等 而后台呢 会负责记录所有客户的账户 存款等等的信息 和央行系统直连 按照央行的要求 上报客户的相关信息 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 吕逸等人呢 就是通过影子股东层层控股 操控了十多家村镇银行 然后对这银行的中后台 进行了改造 通过众多金融平台 作为前台获取客户 结果呢 导致这些用户的款项 是直接进入到了 银行账户后面的资金池里面 被他给卷走了 而他呢 逃到国外去了 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 已经持续了超过十年 不管银行内部 是如何内外勾结的 如何被大股东 挪用了存款的 这都是银行的问题 各金融部门应该各领其责 这可是400亿的巨款呢 垫付的钱又不是风刮来的 说不定看视频的各位 你们都是有贡献的 心疼好吗 再说了 如果这个漏洞不补上的话 再有下次 又该怎么办呢 咱们再说了